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年因为老伴常年有病 所以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做外债 因为年龄的原因 李大妈每天只有靠捡废品赚点钱来帮乘着家里 全家都指望女儿一个人 因为儿子天生右腿残疾 走的时候都需要主拐杖的帮助 要说起李大妈的女儿 在十里八村正是出名的孝顺孩子 自从父亲有病去世以后 他一直照顾弟弟和母亲 一边还要打工赚钱 为付还债 人穷注定会被看不起 李大妈一家就因为不富裕 再加上有一个残疾儿子 所以女儿一直都没有结婚 李大妈从无数次托媒人女儿给介绍对象 但是没有一次成功 在村里 街坊邻居更是不愿意多搭理他们 因为担心李大妈找他们寄钱 所以每次遇到李大妈都躲得远远的 因为穷 李大妈全家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 李大妈的儿子也不是天生残疾 是由于后天原因导致的 要想治疗痊愈 需要花费一大笔治疗费 因为没钱 李大妈只有先把治疗儿子的事情防一防 每天太阳还没出 女儿就起床给全家做饭 等吃完饭 收拾好东西 在外出到镇上去打工挣钱 李老太就背着口子外出捡垃圾 家里留儿子看家 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生活着 一天中午 天气格外的眼着 李老太从外面拖着一口袋废瓶 正往家中缓慢的走着 来到村头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让他傻了眼 一位衣衫蓝绿满脸活须的乞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上前去 想看还有没有呼吸 刚想伸手的时候 乞丐突然翻了一下身体 把李老太吓了一大跳 看到乞丐的正脸才发现 嘴唇干裂 一条条裂痕渗出了一点血 李老太掏出自身带的凉水给乞丐喝了下去 没大一会儿 就醒了过来 眼睛一直直勾勾地看着天空 一句话都不说 这时 村里的一位邻居路过见到李老太说道 老李呀 他一看不是什么好人 年纪轻轻的不学好 竟然变成了乞丐 他肯定是个憨子 一会儿 又过来一位邻居说 李大娘 你还不赶快离开 你在被他和尚 现在骗子那么多 这时乞丐开口说了话 说道 我饿 我想吃肉 李老太急忙把自己的馒头递给乞丐说道 可怜的孩子 你吃吧 这是我一天的口量 乞丐边吃馒头边说道 我饿 我想吃肉 这时呢 又有一位村民路过见证说道 老李 你不要管这么多闲事 这个乞丐都躺在这里一上午了 来来回回多少人 没人管他 李老太随身带的馒头和水都被乞丐吃完了 正想起身离去 乞丐突然抱着李老太的腿说道 求求你 带我走 他们都要抢我的钱 求求你 不仅是乞丐原来还真是个傻子 尽说一堆不靠谱的话 李大妈心里想着李大妈于心不忍 还是把乞丐带回了家中 村民知道了 都说李老太真是老糊涂了 家里有一个残疾儿子 这又多了一个傻子 真是想累死你了 就这样 乞丐在李老太家住了一个多月 每天乞丐只做一件事 对着老屋一面墙不停的念讨一句话 快倒吧 快倒吧 这天呢 狂风暴雨整整下了一夜 李大妈一家正在屋里睡觉 突然一声巨响 把他们惊醒 原来是老屋后的一棵大树被刮倒 把房屋给砸倒了 就在这时呢 乞丐跑了出来 站在被砸倒的那面墙上又跳又叫 快倒吧 快倒吧 李大妈见状呢 出去想把乞丐拉回来 刚到倒塌墙体前 闪了 在灯光的映衬下眼前又不停闪闪发光的东西 走近一看 是金条 再仔细一掌 整整二十几根 这样李大妈一下子自喜了十几年前老伴临终前 给他说的一件事 老伴的祖父曾经是大地主 后来怕山贼来抢柴物 就把二十根金条藏在了老屋某处 他们找了好多年都没有知道 后来也就放弃了 从此呢 李大妈变成了当地的妇人 不仅把儿子的疾病治好了 而且女儿也找到了对象 但是乞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也不见了 村里的人不知道他们家为何会突然富有 有的说是乞丐带来的财财 有人说是儿女赚了大钱 再也许是好人好报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